战期间,新闻里播报着古巴核弹的研究进程,大战一触即发,一对美国的科学家夫妇其有先见之名,在房子地底深处建造了一个坚固的防空洞,为自己即将出世的孩子谋求栖身之地。 这一天,科学家带着妻子到防空洞参观,就在此时,一架战机失事坠落到了科学家的屋子里,巨大的冲击波让夫妻二人冲倒在地。 科学家自以为是原子弹袭击,联邦锁上了防空洞大门,并告诉妻子安全起见,他们要在地下待35年,等核衰变之后才能出去。 就这样,夫妻二人过着与世隔绝的地下生活,尽管防空洞布置得和家一样温馨,但妻子很快就厌烦了这样的生活,夫妻二人爆发了争吵,亚当就在此时咕咕坠地。 因为儿子的到来,夫妻二人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,封闭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影响亚当的成长,科学家父亲教授他多过语言以及基础的文化知识,母亲则告诉他为人处事的道理。 亚当很喜欢运动,常常会划着汉冰穿梭在防空洞的每个角落,随着亚当渐渐长大,他对外界越来越好奇,他时常见到父母跳着浪漫的华尔兹,期待自己会找到一个心爱的姑娘。 就在亚当35岁生日时,父母告诉他一个好消息,他们可以离开防空洞了,三人欢呼雀跃,安全起见,科学家一马当先决定先去探路,可他一到地面,目光所及之处皆是落寞景象。 原来60年代的居民区早就成了灾乱差的贫民窟,自己的家变成了破产酒吧,乌烟瘴气的环境,省省省省的酒吧老板,还有站街的双性人,科学家惶恐地将这一切怪异的事情归咎于核辐,他飞奔着回家,将噩耗, 告知给家人,妻子却不管这些,35年过去,地主家也没余粮了,再不出去采购生活物资,一家人就得饿死在防空洞。 亚当欣然接受了采购的艰巨任务,妈妈千叮尼万嘱咐,害怕第一次出远门的亚当遇到危险,安慰母亲后,亚当怀揣着热气的心,踏上了探索外界之路,阳光洒在亚当的脸上,他洋溢着笑容,开心地看向天空,他一路遇见了很多人,这些人曾经只活在书上,一切都是如此的新鲜,让他留恋忘返。 不过亚当没有忘记母亲的嘱托,去市场采购物品,万万没想到的是,如今物价飞涨,母亲给的大额钞票,竟连牛肉饼都卖不起,亚当灰头土脸地走出了市场,人生地不熟的他迷路了,但天无绝人之路,他找到了一家古玩收藏店,正巧他手上一60年代求新的珍藏卡,老板看着盒子里的卡片亮眼放光,一本正简地说要花500美元买下他的全部卡片,亚当不懂行情,欣喜若狂地答应下来, 一旁的女店员实在看不下去,直言盒子里一张卡片就值4000美金,老板眼见主属的鸭子飞了,气急败坏,要开除女店员,谁知女店员也很霸气,撂下摊子就走了,亚当被眼前这个女孩的坦率吸引,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,女孩名叫夏娃,亚当夏娃多么般配着名字,一出店门,亚当就紧跟在夏娃身后,夏娃对眼前的陌生人充满戒心,可耐不住亚当用4000元的球星卡片做交换, 送她到假日酒店休息,次日夏娃就后悔了,这个表面爱财如命的女孩,实则心地善良,夏娃知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,想着亚当是个外乡人,自己帮她权当些爱心,夏娃此举让亚当更加感动,她知道因为自己,夏娃丢掉了工作,于是诚心邀请她成为自己的司机,帮她一起采购物资,破风的薪资让夏娃欣然答应,夏娃帮亚当外求新卡, 赚来的钱除了付工资,就是买成批的生活物资堆放在仓库里,夏娃疑惑地问亚当,这些物资是用来救济穷人的吗?亚当却笑着点头,未透露实情,一来二去,两人很快就熟络起来,明明感情越来越深,可一个害羞不敢吐露真情,一个迟钝没有认清自己的真心,就在他们以为要即将错过的时候,命运给了他们新的转折,夏娃被邀请去参加舞会,亚当她袒露自己想找个心意的姑娘,于是也跟着去了, 夏娃原以为,傻乎乎的亚当不会适应舞会活跃的气氛,不料亚当从小在父母的熏陶下,无极精湛,会多过语言的她在舞会上魅力四射,俘获了无数少女的芳心,此时夏娃心中涌起怒火,慢慢咧咧地回了家,参加完舞会的好闺蜜会来安慰夏娃,闺蜜当然知道夏娃得亚当的心意,于是故意说,亚当留宿在其他女孩家,夏娃一听火气蹭地上来了,直接要去那个女孩家桌间,闺蜜笑而不语,调侃夏娃, 夏娃已经把自己当成亚当的女朋友了,夏娃可顾不得这些,她拿着钥匙冲向汽车,正准备启动车子时,亚当猛然出现,这可把夏娃吓得不轻,她一个哆嗦从车子里滚出来摔上了膝盖,亚当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夏娃回屋子,告诉了她实情,两人在这温馨的气氛中互相告白,亚当决定告诉夏娃自己的家庭,听完整个事情的经过,夏娃惊讶不已,就在第二天,亚当通过记忆 找到了自己家的防空洞,正心高采烈地预备告诉夏娃这个好消息,没想到夏娃竟请来了一个医疗博士,博士直言要将亚当带回去询问,亚当这才反应过来,原来夏娃觉得自己是一个怪人,在暗无天日的防空洞里待了35年,需要精神治疗才可以恢复,亚当非常伤心,认为夏娃自始至终就没有相信过她,她生气地驾驶着货车将物资带回了家,她不想再见到夏娃 至少这段时间最好不要见面,亚当的离开让夏娃伤心欲绝,在无尽的悔恨中明白了爱情的真谛是互相信任,她决心找到亚当,通过闺蜜的分析,夏娃很快锁定了亚当家防空洞的位置,经过千辛万苦,两人终于相见,千叶万语缠在心头,化作无声的相拥,两人重归于好,亚当带着夏娃去见父母,并得到了父母的一致认可 不久,在夏娃的帮助下,亚当将自己家过去股票和求新卡售出,一下子成了富翁,日子渐渐好了起来 为了让父母快乐的安享晚年,亚当在郊区重塑了父母的家,一个月后,他们将父母借到了新房子里 母亲也喊着泪感叹道,这才是家的感觉,亚当悄悄地告诉了父亲,当初是空难而不是核战的真相 父亲表面神态自若,心里却打好了自己的小算盘 他开始在院子的空地里用脚量着尺寸,这预备挖个更大的防空洞呢